好,各位同学,那么在这集课开始的时候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爬虫小案例最终的一个效果 好,当我则行了一个讲本 PY讲本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所有的主播的这样的一个排行 就被我们在这里 1,2,3,4,5,6 全部都按照它的观看人数排列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 好,而且它每隔60秒钟 会去更新一次这样的一个数据 好,这个就是一个效果 我们先把这个效果给大家演示出来 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自己下去了之后 先自己尝试这一下 能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把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从网页里面抓取到我们的自己的程序里面了 好,那么如果我们要获取这个数据 我们就要首先知道 这个网页的显示的一个原理 之所以我们能够在网页里面看到 这样的一幅一幅排版规整的 这样的一些图片文字 这是因为这个网站的服务器 它给了我们一段信息 而这一段信息是以HTML格式存在的 那么这个HTML格式我们怎么看呢 好,谷歌浏览器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具体的HTML的 好,那么在谷歌里面 如何来查看现在这样的一个网页相应的HTML呢 方法很简单 在谷歌浏览器里面按一下快捷键F12 好,在右边这里有一个很长的type来 我们点第一个element 然后我们看一下 好,这里就是整个网页的相关的HTML信息 好,那么我们怎么理解 左边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网页 和右边的HTML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我记得我之前在课程里面 应该是提到过了 右边这样的一层层的HTML信息 只有浏览器动 浏览器会把这样的一个HTML信息 翻译成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排版规整的网页 好,虽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编写的应用程序 不太可能把这个HTML翻译成这种可视化的网页 但是这个HTML信息里面 确实包含了我们要抓取的这样一个数据的 好,那么教大家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可以快速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数 在HTML里面出现在哪个位置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HTML信息非常多 它是整个网页的一个信息 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呢 这个点就是这里的每一个人数 我们只关注这一小块的人数 这一段的HTML信息就可以了 好,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的 把这个HTML的节点一个个的展开去找这些数据 这个效率太低了 好,谷歌浏览器它右边的这个Panel的左上角 有一个小箭头 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放大 有一个小箭头 好,然后我们点一下最左上角这个小箭头 然后把鼠标移到左边来 好,然后把鼠标悬停在这个人数上面 这个地方其实它浮动就显示出了这个对应人数的标签 好,然后我们左键点击一下 在右边这里马上它就可以定位到这样的一个人数的 HTML这里来了 好,那么这个想象挺重要的 我们开发前端的同学可能很熟悉 其实我现在的这个浏览器的分层左右两部分 那么我们其实把鼠标停在右边 它左边大家看这个蓝色的区域了没有 你鼠标停在哪个标签上面 左边就会相应的出现这样一个蓝色的区域 同样如果你点击了左上角这样的一个小箭头的 之后你把鼠标放到左边 它右边你看,右边也会做出相应的一个变动 它会帮你找到你鼠标当前所选的区域对应的HTML元素 好,然后我们现在利用我说的小技巧 还是快速定位到这样一个人数这里来 好,那么我们现在的随手抓了一个spam标签 这个spam标签里面是含有这样一个 我们要的数据3.0万人的 好,那么这个人器是我们需要收集的一个信息 然后还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收集的呢 好,我们说了我们要做的是主播的一个排名 那么主播的名字我们是不是也要抓下来 好,所以说我们还是从网页上面找手分析一下 还有我们浏览一下看一下这个网页上面哪里包含着有主播的名字呢 好,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人器的左边这里呢 是可以找到主播的名字的 所以说主播的名字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给抓下来 好,我们可以再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小技巧 抓一下这个名字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啊 名字这个spam就在我们的这个人器这个spam标签的上面 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小项目里呢 是只需要主播的名字和主播的人气 那么你自己如果去做这个爬虫的时候 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找寻到你自己所要的数据 并且呢利用我刚刚说的这个小技巧 来查看它的这样一个结构 好,那么可能很多同学呢 会觉得爬虫这个东西很神秘 我们确实呢 现在呢有很多的产品呢 也都是依靠这样的一个爬虫来建立的 比如说呢 我们最知名的这样一些搜索引擎 对不对 它的本质上面呢 其实呢就是一个爬虫啊 好,再比如说像今日头条 这样一个新闻客户端 它的本质呢 其实呢也是一个爬虫 只不过呢今日头条呢 它做的更好的一个地方在于什么呢 它在于啊 它会把它爬取下来的这样一些信息啊 去通过一些啊 智能筛选啊 数据分析啊 甚至呢是AI啊 人工智能啊等等啊 或者是深度学习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数据分析技术啊 对它所抓下来的数据呢 去做一个归纳和整理啊 但是爬虫本身上面来讲啊 原理就是这么的简单 我们呢可以啊 用一句话 一言以蔽之 无论是复杂的爬虫 还是简单的爬虫啊 最最基本的原理呢 其实啊都是在于啊 对这个HTML文件啊 进行一个文本的分析啊 从而呢 从这个文本里面呢 提取出我们要的数据来 好 那么原理很简单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需要学习一下 我们如何啊 从这么复杂的一个HTML文件里面啊 提取出我们要的信息 好 那么大家认为啊 如何呢 从文本里面来提取我们要的信息呢 我们之前学过的正折表达式啊 就是很好的一个处理手段啊 面对这么复杂的HTML结构式的文本呢 我们Person内置的这样一些制服创函数呢 我不能说它绝对不行啊 但是呢 很多时候啊 它呢会显得力不成心啊 所以说正折表达式啊 我之前说过了 它非常强大 所以说呢 正折表达式呢 将是我们的首选 好 能不能顺利的啊 从这个HTML里面啊 把我们要的信息提取出来 其实呢 很大一个程度上面 就依赖于你的正折表达式 学得好不好 好 那么我只打算呢 在这节课里面啊 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样一个抓取的思路就可以了 具体呢 来分析这些HTML 基于如何来写这个正折表达式呢 我觉得呢 还是啊 我们到时候呢 用代码来说话啊 对着这样一个HTML空讲的话呢 我觉得呢 这个学习效果呢 并不好 好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啊 我觉得呢 有必要啊 把这个思路呢 每一个步骤呢 再给大家整理一下啊 我们到我们的代码这里来 好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好 在这个文件夹上面啊 我来新建一个文件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要把思路整理一下啊 爬虫的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啊 明确 我们要抓取明确目的啊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呢 就是啊 要分析某一类游戏里面的 主播的一个排名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什么 明确目的了之后呢 我们要啊 找到数据对应的网页 找到网页之后呢 我们要分析 网页的结构 找到数据 所在标签位置 好 那么以上三个步骤呢 我把它称为啊 爬虫的前奏分析 前奏啊 好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具体写代码之前呢 你至少啊 要明确这三个事情 搞清楚了之后啊 再动手写程序 好 那么我们搞清楚了 这三个问题了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呢 正式的啊 来编码啊 好 那么正式编码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啊 我们需要模拟 这样的一个HTTP请求 然后呢 向服务器呢 发送这个请求啊 获取到服务器 返回给我们的 HTNL 但是通常来说的话呢 这个服务器访问给我们的是一个完整的网页的HTNL 对不对 这个里面呢 数据呢 是非常多的 并不是每个数据都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在拿到HTNL之后呢 我们呢 会用啊 这样子来表达是 汲取我们要的数据啊 我们要的数据是什么 我们要的数据呢 是主播的名字啊 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啊 人器 好 那么后续的还有一些步骤啊 比如说像这个经验数据啊 然后处理数据啊 比如说存储数据啊 这个呢 我们先不说 我们呢 先啊 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啊 把我们现在分析的这样一些事情给做好 那么刚刚呢 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目的是什么 我们也找到了相应的数据对应的网页 好 我们也分析了网页的结构 找到数据所在的标签位置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向这个服务器发送HTNP请求 然后呢 获取到所有的HTNL 好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在Python里面如何模拟HTNP请求 并且呢 获取到服务器 返回给我们的HTNL 好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